供寮地区已经有三个月没有下雨 加上基隆严重缺水 供寮又是水源头 几乎供寮的水目前都提供给基隆使用 但是目前连供水的双溪河都已经快要见底 在公馆大桥下更是出动抽水机 要将过不了坝堤的溪水引流到下游 很感谢区长还有议员立委很专心这件事情 那自来水公司也跟我们公所有一个承诺 就是当天的水位是114 15 那他承诺我们只要水位到0.96的时候 水就不会再往基隆方向去抽 可以让你们稍微安心一下 那目前的话我们针对我们自来水 水量比较不足的地方 我们水压只要本区供寮区 水压有偏低的一个地点 都可以跟自来水公司反映 自来水公司也承诺说 针对我们水压不足的地点的话 会全力协助让我们水 正常的可以供水现象 那另外针对我们山区 简易自来水的部分 我们这边也跟里长做个说明 如果有里民反映 有山区饮水水量不足的部分 都可以跟我们公所来做个反映 我们会架设我们的取水站 另外我们会针对我们自来水 简易自来水的水塔部分 我们会协助供水的一个部分 供寮区长表示 因为担心供寮地区 也会有没有水可用的问题 日前也和自来水公司 及各里长开协调会 会中也请自来水公司 如果要停水或减压供水的情形 一定要立即发布公告 让各里长掌握水情 及减少民众疑虑 另外山区简易自来水部分 若接获民众缺水 将载雨用户协调供水方式 或设置临时供水站 也希望老天爷真的 这个礼拜能帮一下忙 下大雨也让基隆瑞芳 共寮双西大家的雨率 马上解除 重点还是要下雨 希望老天爷多多帮忙 这边我也希望我们的民众 针对我们 我们的民众